中心经委客户端11月3月点 近期,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高新控股的人事变动备受关注 焦点在于总资产超1000亿元的国企和80后的法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心经委客户端号GVU查阅天眼查写事 9月13日,西安高新控股法人代表和部份高管变更 变更前西安高新控股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严林 变更后,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李田 同时,新增赵雪莹、朱岳为董事、池芳、赵小玉、严林退出董事名单 西安高新控股9月14日在银行监视场发布公告称 本次董事长、总经理、法代表人、部份董事变更工作属于公司正常的人事变动 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常债能力产生影响 去西安高新控股公布的简历 李田、女、汉足 1984年8月出生 大学的科学历 历任西安百事达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现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雪莹、女、汉足 1993年出生 吉卦宁夏银川 2016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2016年8月至2018年3月 就职于华夏银行、银川丰行 谢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朱月、女、汉足 1995年出生 吉卦陕西西安 201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谢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80后担任法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2090后担任董事 其中一位去年刚刚毕业 消息一出 网友质疑声音不断 甚至由网友直言华天下之大击 闻所闻闻 直线真难看 网友微博留言截图 部分网友讨论的焦点 集中在国字方面 网友微博留言截图 公开资料显示 西安高新控股为一家成立于2003年10月17日的国企 注册资本11.3亿元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股70%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投资服务中心持股30% 注营业务为工业币产业务 物业管理收入 无随处理义务 基础设施件事业务等 财务数据方面 2018年上半年 西安高新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7.08亿元 净利润7000万元 截止上半年末 西安高新控股总资产为1270.38亿元 总负债867.64亿元 净资产402.74亿元 还有部分网友讨论焦点 集中在上述三人的能力方面 网友微博留言截图 公开资料显示 一天此前任职的西安百事达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的下属国有企业 性质外援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 赵雪莹毕业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官网信誓 该学院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联合社会力量于2004年创办 2013年起全部专业在闪 牺牲深入二批次本科教生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必须支持年轻人 更有活力 厉害了我的同龄人 网友微博留言截图 对于上述三人分别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董事 是否符合总资产或兼议员的国企西安高新控股的用源要求 中心经纬客户端号 JWU致电西安高新控股 对方已不太清楚 没有迅速切断电话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今日三日在齐个人号发文称 他们堪称当之无愧的那种 他们毕业院校 此前工作经历的技术声望如何 社会自由公论 也从未听说这几位那种有何卓越业绩 证明他们的能力足以单刚签一级公司 而这家西安高新控股公司 并非家业父子父女相传的私营企业 而是百分之一百国企 梅新宇表示 这是任人危险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还是量身定做的人士腐败案例 吃相如何 相信大家都你懂的 在如此巨大社会反响之下 相信有关部门肯定会出马调查 给社会一个说法 中心经纬APP 关注中心经纬 搜索中心经纬或视频 看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